一隻載版的國民,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裏呢? 其中一個最屈肌的,一定是這個最元祖味道的G-1包裝 於是它的餡料,即是變形金剛,跟它不同就是人都知道 不過先不說這些,我們先看看盒背 嘩,真棒,你看這個G-1盒背的崩潰 我只看這個盒,都已經產生了生理反應 到下面這裏,我們見到最經典的就是那個能量BAR 用紅色膠片看,大家都知道,你知我知 盒上其他方位,都是沿用最古老的那種DISPLAY 我實知道你們有10個有9個,一定不捨得拆盒 那你看我就對了,因為你看我的拆盒玩 就等於這個看了當玩了,對吧? 一個純玩家,我絕對不介意 好了,來到說明書這裏,都一樣是很G-1 你看看那些格子,然後我們打開它 看到一個超級大格的Description 一格格,都是沿用以前最古老的G-1展示的方式 武器方面,它可以將它分插為兩把槍 大一把,它凸起插的位置是做得厚身了 所以不能夠打平地插 變相唯一剩下一個位置,就是現在這個 你刺下去是OK的,不過就會撐起車身 就不能夠令它順利地推車 這是一個很古怪的設定 主角出場,Headmaster 頭領戰士 可以坐在駕駛室內 我們現在將它拿出來,看看它的QC 看看它是甚麼環境 造工不錯,沒有見到水口 其次上色,亦沒有出邊 可能有些同行不會明白這套限定版的Reissue 原意是想怎樣 它成品上就有合了Titans Return 和LG兩個版本的大作之成 有些部件是來自日版 而有些部件是來自尾版 絕對是集合了Hasbro 和Takala Tommy 兩家大城之作 其實對於不少的海外朋友要入手Takala 即是入版的話,入手程度相當困難 而這個正正對於它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代替品 再加上有一個原組G1味道的包裝 它的入手和收藏程度都可謂相當高 所以,是先加上的包裝 第一次你還是要做到的尾法 最好做的是抜糖 做生物的包裝 如果無法調整,我們會有一個很好的包裝 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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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以令肩膀拉起,可以平舉 至於來到最後,腳掌這部份是沒有摺地的,比較可惜 玩到最後,我把武器交給他 然後再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限定版本的特色之處 來到這部份,我們可以看到對比圖 左上角,首先我會貼上尾版給大家看 然後下一張就是日版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者的賞色都會有不同 也不怕老實說,其實三個版本,我自己都要入齊了 那他們的關節鬆緊,居然是相同,不會相差得太多 車胎方面,他跟回尾版,他用了透明黑 其實三款作品,他各自都有自己的個人之處 沒有說哪一個特別好 但是如果你之前沒有進入過Titanes Return 或者LG任何一個版本的話 那這個限定版本就絕對需要進入了 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始終舊版本又難找 找到的時候,也可能價錢都不是便宜的 似乎下來,我會繼續和大家開箱 其他限定版本的頭領戰士 大家就可以繼續看了當玩了 不用開了自己的那盒,可以增加收藏價值 我是Stanley,我們在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